大家好 华人圈子里面 这两天有一个事有点炸锅 也不是蛮炸锅 网上有很多人在说炸锅了 其实不是特别炸锅 但是我觉得特别拿出来 可以跟大家分析分析 而且可能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小英总统 蔡英文总统 去美国过境访问 然后中国土工的领事馆 据说组织的一千多人 然后现场抗议 而且那些举五星红旗的人 他也没有一点素质 你抗议就抗议呗 你站在那里你啥也不要动 因为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你举个五星红旗 在那里喊鸡嗓子 啥事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一动起来 比如说拿着你的五星红旗 在那里戳人打人 反正这个事就变直了 这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呢 你必须是自发的 我就是看不惯蔡英文 我就是想去抗议 我就是爱共产党 你能拿我怎么低 是不是 你如果是这样 你自发的去抗议一下 也是可以的 而且是很正确的 没有人管你 如果有人干涉你 你给他打官司 你可能说不定还赢 不管怎么样 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嘛 就这么两点 你一定要hold住 据说有土工组织的一千多人啊 结果这两点都没hold住 所以就出大事了 出大瓜了啊 说这个组织洛杉矶华侨 去传统广场 集合 抗议蔡英文访美 美人每天要给四百块钱 然后呢 最后这帮人呢 只拿到这个八十块钱 然后层层苛扣 有人不干了 把这个事就捅出来了啊 要把四百块钱都要拿到手 按你说啊 你土工领事馆给你四百块钱 这个事儿是没有人知道的 秘密交易嘛 是不是 但是加不住 有人从中苛扣啊 因为有组织方啊 又有组织方 我组织半天 我把钱都给你了啊 完了以后 我自己为什么要组织呢 你以为我真的是爱共产党吗 爱共产党我就回中国了 我不会待在美国洛杉矶 是不是 所以就就就就 就给把这个事捅出来了 哎呦 有了证据了 这个不得了了 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台湾的这个人呐越来越意识到土工中国的流氓 低脾是吧 越来越聪明了 越来越这个能够准确的打中这个土工中国的七寸 打中的这个要钱不要脸的那个挪杉矶的华人啊 真是特别不要脸 就是现场就把录像我也不知事儿 我拿个录像机在那里把所有人都拍下来一个一个的 因为他们说是一一千多人组织一千多人 其实好多人拿了钱没去 没去 最后到场的也就是一两百多号人 一个一个的每个人的样子都给你拍下来了 你是喊口号 你还是现场动粗 是不是 有没有拿钱 最后都要一个一个的啊 挺有意思的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 就被搞成一个法律事件了 搞成一个法律事件了 然后呢 把一个一个的 因为现在还有另外一边的人都支持蔡英文的嘛 好多都是从大楼出去的呀 他们恨共产党啊 他们完全是自发的 因为你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的台湾政府不可能给你钱 那完全是自发的是不是 所以两边的人呢 有些人彼此还认识 如果说就是现场你你闹一闹 我估计也没事 你关键不能拿钱 你不能动粗 就这么两点 所以你们就记住了 在海外你搞你的那些个行为艺术啊 你第一不能拿土工的钱 第二你不能够动粗 这两个东西你要守着 否则你会很难看 有些人在美国天天说啊 我就爱中国 我就爱共产党 无形攻击高高飘扬 但是一旦让你回中国 你不高兴了 你估计全家都哭晕在厕所 现在台湾人把这个录像把它拿下来以后呢 分析一个一个的跟那些个讨厌土工的人 在一起研究 一个一个的对号入座 都把每个人有名有姓的都搞出来了 完了以后呢 这帮孙子呢 本来是拿400块钱 结果只拿了80块钱 他们互相在那里挖坑 在那里把这个事曝光了 然后呢 证据也有了 然后他们把这两头东西拿起来 就交给了美国的这个官员 美国的警察 你说你这个东西接下来怎么办呢 哎呦我去 所以有人说了嘛 收400到去参与会现场抗议的中国人 麻烦大了个去了 台湾的国安单位 早已经录下了参与者的视频 正在苏集有关人士 收钱示威的证据给美国 在美国收外国人相关的钱 参与政治活动 可不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必须要注册为是外国的代理人 而且要公布于众 要公开化 你不能私底下偷偷摸摸的搞 否则的话你不是外国人的代理人 外国代理人完了以后你搞这个事情 你是犯法 那是重罪好吧 被追究起来 要么就在美国坐牢 要么就把你赶回中国 你赶回中国我说了你不高兴了吗 有些华人我知道的啊 他在美国在加拿大或者在澳洲或者在日本韩国惹上事了 他宁愿在这个地方坐牢 是不是我待个五年十年的我再出来 我也是一人物是不是 一旦回中国你就死得特别难看 我给你家门都给你灭了 共产党你想想 当年朝鲜人不是韩战的时候 很多个抗美援朝老兵是不是士兵 然后这个 问他你是去台湾的还是去中国 他们那些个傻叉就去去回 有些傻叉就回中国了 回中国以后你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美国人安排你回中国的 是美国人安排你回台湾的 等于你是先投了降 你是当了逃兵 完了以后被美国的军方遣送回中国的 你是个逃兵 你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蒙羞 说不定你还是个特务 所以那帮孙子回中国以后啊 那帮抗美援朝的人回中国以后 真的是死去回来家破人亡 那共产党就这么一帮德行 所以你这个事要引起大家的关注 你要琢磨琢磨 我说过这个事其实是一个 真的可以拿出来分析分析的一个事 特别重要 你想想就400块钱 但是400块钱对于穷屌丝来说也不少了 400嘛是不是 你一天400的话 那一个月一马二呢 那是在美国的属于高收入里去呢 你都能赶上苏老师的收入了 你想想 就是有钱人的 就是是不是 哎 就这么点钱 结果呢就把自己的自由给卖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等于拿着自己的自由 你再换400块钱 在换的时候呢 共产党那帮狗东西呢 又把你克扣了320才给你80 你等于拿了个自由去换了80块钱 你当然不高兴呢 然后你就积极败败了 但是这时候你应该想要够我的 我就拿80块钱 我就赶紧滚蛋 我就走人 我就不知事了 是吧 你还一闹 一闹事情越闹越大 你变成犯罪了 为什么呢 你就值80块钱 因为你贱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自由放在手位 因为你随时随地准备出卖自己的灵魂 出卖自己的良知 出卖自己的自由的权利 所以我们天天说这些低端大协商 当次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自由的问题 无论是我们这个 劝有些中国人跑出中国 论出来 还是我们劝有些个在美国 在自由世界的华人呢 不要那么缺德 其实都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的问题 就是你对自由 你要有珍惜感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跟他们很多知识分子聊天 我都这么说的 我说台湾人真的要珍惜你们的自由 真的不容易 你们不知道中国人有多苦 要珍惜珍惜再珍惜 真的要把自由捧在手心里 含在嘴里怕话 捧在手心里怕摔 一定要用生命去捍卫你的自由 人活着不就是一口气吗 就是一个权利 一个尊严吗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自由有关 你这些个 像蟑螂一样的中国人 在洛杉矶 你好不容易跑出去 你去干活呗 你以为共产党给你400块钱 他就给你完了吗 我今天听到的消息 他们说这个什么呢 他们说这帮孙子 在那里什么呢 说自己拿了80块钱 还有320块钱 被有些个中介人就给扣走了 他们不高兴 在那里闹 结果搞得这个领事馆那边 特别生气 特别生气 就把这帮孙子的一个一个 他们主动把这帮人给供出来了 知道吧 说这帮孙子 说我们这个400块钱 不是给他们的 我们是一个活动组织 是不是 我们并没有说给汇动每一个人 是他们自己献嘎嘎的 是不是 穷屌丝 把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名单给搞成了 也就是说共产党主动把这帮孙子给一两百毫人给出卖了 知道吧 所以我就说啊 你人到了海外 到了自由世界 你且等着 我跟你讲啊 我这些年我是绝对做到一点 我就宁愿我就打死 我都不跟任何的中国的什么领事馆呢 什么大使馆呢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同乡会呀 还有这个什么哎呦 这些个那些个的破玩意儿 都是共产党的统战的力量 你不要跟他们这个什么 有任何的联系 只要超过两个华人 我就不参加 一个人我可以 如果说哎 我跟你是老朋友 我可以见一面的 你一个人嘛 如果你超过两个人呢 我还有一个不认识 我去你个大爷 我有多元滚多元 我根本不跟你来电 因为中国人他没有价值观的底线 他就为你能80块钱 他就把自己的自由给卖了 你不有毛病吗 然后让你回去 你又哭 你又闹 又舍不得回去 你竟然不想回中国 你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呢 在美国那么难一个国家 你稍微吃点苦 你刷个盘子 是不是 你你你你你你 你去当个什么卡车司机 或者你搞过什么别的事 你减破那你都能过日子 我说实话 所以我这个人呢 就是一方面呢 我与中共的任何的形式 组织形式 是保持绝对的物理的隔绝 第二是什么呢 吃苦呗 就是包括我做优惯管 也没几个人看 但是架不住苏老师吃苦啊 是不是 一天到晚 这是 一天到晚 这些做的视频 比某株下的仔还多啊 他总归一个月有点钱不 一个月下来 一算收入回去 高收入人群 真的 且行且珍重啊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都会死的 但是一定要握住你手中的自由 真的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点都没错 你把这个问题守住了 你在哪儿你都幸福 如果你这个问题没守住 无论你是人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 你都他妈的是诸狗不如的东西 骂一嘴 谢谢 谢谢